上周韩瑜珍是上演了一出好戏 各种曝光恋情的 还有先保证后承认的 主要恋情还是围绕着韩国娱乐公司Q展开 一口气三队 胡尔与徐瑞珍 这队已经分手了张瑞恩与YUTO 渲亚和利冬 金小忠最轰动的就是最后这两位 毕竟渲亚在国内还是很火的 性感而不敌俗 渲亚做到了 要说这两个人和Quick 还是一个限定男女组合的 Triple H 2017年5月1日出道 成员金渲亚和Quick里会则 YUTO 金小忠三人组成 其实这个组合的概念一直挺特殊的 欣赏的人很喜欢 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欣赏不来 其中的成员 Queen YUTO 还是男团Betty Paul的成员 这个限定组合组成比较复杂 粉丝之间也有不少矛盾 双方都希望这个组合早点解散 渲亚这边的粉丝 觉得渲亚成了奶妈 帮公司带新人 这两个男偶像这边的粉丝 觉得这个组合的概念导致很多粉丝脱本 反正这个限定组合其实并不被看好 而且因为一景活动 显得台上台下很暧昧 于是绯闻也不断 结果就在又开始传绯闻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 而且公布说的是从2016年5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交往两年了 也就是说他们是交往之后组成的组合 难怪渲亚和金小忠之间 大暧昧气流不断了 和这已经秘密恋爱两年 和为在他们之间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电灯炮 渲亚和金小忠还有一首歌 现在看来歌词也意味很深 而且广大的粉丝发现 他们交往的这个时间点挺妙的 渲亚的上一个限定组合 Troublemaker大获成功 男搭档是张贤胜 组合定位是性感 两人之间也不少火花 也衍生了不少CP粉 参加之间也没公布 也从来没承认过 不过倒是很多人希望他们能在一起 后来Troublemaker不活动之后 两人同台自然就少了 这次渲亚公布了恋情 是2016年5月交往 于是粉丝挖到了 张贤胜曾经在6月发过《祝你幸福》 图片里还有两条明显 是女孩穿了热裤 不过这是一颗过其堂 说回渲亚新恋情 这件事对于粉丝打击可不小 渲亚还好毕竟已经出道11年的大前辈 稳住了根基 对于金小忠来说就影响很大了 他们现在对粉丝叫做公费恋爱 毕竟粉丝是真的花钱来对待偶像的 是看偶像的 而不是看偶像谈恋爱的 而且他们的团体pantyball也算有点起色 接连爆发的恋情导致不少粉丝脱粉 签售会萌票退票 还有JBH 接下来打歌节目也取消了 大大方方的公开恋情 对于路人来说可能是甜的 但是对于那些真情实感 这条件事不够 对于路人来说 对于路人来说 然后对于路人来说 对于路人来说